市場肉攤老闆快手剁肉 手腳俐落 鄰近中秋節 民眾外出採賣 發現豬肉價格狂飆漲 採買一袋排骨一兩斤就要兩百一十五元 台灣洋豬界有史以來 漲幅最高的一次 毛豬平均價格從七十元飆到破百 漲了四成 鸡肌肉也從一百四十元變成一百五十元 五花肉漲到一百六十元 米花肉最誇張 從一百四十元到一百七十元漲了三十塊錢 更傳出有限市每百公斤飆到九千五百元的天價 創下歷史新高 豬肉價格不僅變貴 甚至還大缺貨 嚴重影響餐廳串燒店 串燒店豬肉包蔥松拌豬都十必備 但現在豬肉可能叫不到貨 業者擔心今年中秋節沒肉可烤 每年中秋節前夕烤肉需求量大增 同時影響肉品市場價格 但今年尤其誇張疑似受疫情影響 豬隻數量減少創下十年來最高價格 這下中秋節大家賣肉可能要評估評估荷包再下手 記者楊敬詢問 謝雲真 台中採訪報導